靠中安六组沙龙花等剧打出名气的内地女星凡蕊 出道以来形象甚好 甚至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圈被冠以无绯闻女星的头衔 不过没绯闻可不代表没人追 11日小爆双分现身代言活动的凡蕊 这惊爆出竟与张国立之子张莫有一腿 但张莫三个月换两个女友化性名声远播 凡蕊莫非是她的又一个爱情奇生品 看来凡蕊还是会演识人 但既然没交往过 又怎么知道她见一个爱一个呢 张莫看来你这花心的名号可是已经深入组织内部了 其实都有一些报道啊 大家也都有看到 所以我还喜欢就是男孩子孝顺父母啊 然后心理健康啊 就是比较阳光一点的男孩子 心理健康 这不是明摆暗示自己拒绝张莫的原因 就是他心理不健康吗 不过大学时张莫就因殴打当时的女友童谣而打肉了演艺圈 如今童谣火了 张莫却还是毫无建树 难怪吓得凡蕊要对她避而不见呢 这还不够 凡蕊正是摇身一遍当起心理医生 将张莫的心理问题归结于她不完整的家庭 让张国立和邓杰躺着中枪 我觉得还是家境比较重要 就是健康家庭成长的一个男孩子 心理比较健康 然后主要是他能够孝顺自己的父母 喜欢运动 这样的男孩我很喜欢 既然看不上花心的张莫 那么在即将上映的新剧《城市恋人》中合作的果俊王李东璇 可绝对是众女粉丝心中的专一好男人典范 凡蕊一可要抓紧了 我觉得不跟他有水的很难 因为他真的很帅 他就是很专注 他演戏真的很敬业 秦浩也是演戏很敬业的 李东学呢 他本人就是很帅的 他很上镜 心裁各方面都特别好 看来果俊王的魅力 连凡蕊也难以抵抗呢 虽然感情暂时还没有着落 但事业上凡蕊可是强势来行 刚刚在现场演出了自己的歌曲 《命运的爱情的他》 下半年《我爱我车》 大典当 《城市恋人》 《沙郎花二》 《四部大戏》 《一气呵成》 战据各个频道 真是想不活都不行 《四部大戏》